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 完了会是电话来了 用充满热情的声音表现出你的赞美 有些人高潮爆发的时候也不发出咆哮 这很令人讨厌 你喜欢咆哮的 不是要你把整条街都叫醒 但拜托表示一下你的兴奋 要有表示 然后喊伴侣的名字完全没问题 不过不要喊错 有些人眼睛闭着 完了语言也没有 我喜欢Dirty Talk 就是那种中文解释一下 就是等于在性爱的时候的那种 比较下流啊 比较脏的那种话 对 我讲一下这种 有时候会很高 就是很刺激的 我一直记得我看一个外国喜剧片 讲一个花签女高音 到这后 就上去了 我跟你讲 咱讲点现实生活 不能光讲床上的事 这个翻盖来了 最近高潮 我看最近重庆话题是高潮 最近高潮跟有关系 你知道吗 好多重庆人要求道歉 要求谁道歉 要求一个叫张小舟的 我认识他 他是个挺不错的乐评人 足球评论员 而且写时事评论 也写得很好 他最近就是在南方都市报上 发自重庆 叫东亚四强赛观察之五 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说重庆是一个很搞的城市 那他这个文章 引起这样的这个轩然大波 他说些什么呢 就是说男性广告 就是在东亚四强赛 准确的说是男跟广告 说在重庆 男跟广告对龙兄广告 就你看男性的性广告 压倒女性的性方面的广告 占有压倒性优势 在关于东亚四强赛的节目间隙 你不时会听到广告 在苦大仇深的酷蝶喊娘 男人的尴尬 男人的伤心 而且真的把他娘给喊来了 在广告中老婆向婆婆投诉他儿子不中用 老太太脸一哆嗦 恍然大悟 然后儿子真是太丢人了 媳妇对不起你 然后可怜的儿子 像个猥琐的特务一样 在门边偷听 感觉露出羞残之色 他就描述这个 就说这种广告 而且他讲 重庆似乎是一座阴性的城市 你看这涉及到有人就说他侮辱人家生育了 他就说什么呢 在嘉陵江美丽夜色中 我看到一幢楼 微然矗立在江边 楼顶四个灿烂辉煌的大字 叫求精中学 精益求精的那俩求精 他说 如果你长大了 不想去男性生殖健康医院 最好先来报考这个中学 求精中学 俨然成了本地地标 男性图腾 还讲到重庆是雄起的老巢 说为什么重庆球迷 那么样的爱喊 这个雄起 雄起 他就觉得好像这个 重庆啊 这个这个 在这个性 性方面 那意思就是重庆男人该去哪雄起呢 桑拿中心和医院都不大合适啊 那意思就是说 发泄到球场上去了 就是联系到东亚思想 李伟峰和对方发生冲突的时候 全场高呼 弄他弄他弄他 说他就说弄他是雄起的进一步深化和落实 这个反正就这么说 这一通说了之后 重庆人民不干了 好家伙就是拍山倒海 听说是舆论压力过大 南方都市报还在网上发这个道歉启示 这事李文 我觉得因为我可能是从一个调调凯家族 不出来的人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已经很压抑在这个社会上 北京人每次被人家说大爷儿或者金牛子啊 这个层层底屌下 皇帝屌下的什么 所以我觉得在国外也有种族歧视 就是说威妙总就是纽约就觉得看不起洛杉矶的人很肤浅 整天这个胸部那么高啊怎么样 假胸部 然后LLA人就说你这个黑那个纽约的人太自傲 都穿黑色的衣服 我觉得他今天是一个体育的一个播报员 他这个没有放到头版 也没有放到社会新闻 也没有放到警法的 只是放到他娱乐的那个体育的娱乐那边的版 你懂就是他是评价一个足球赛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娱乐一下重庆的话 很多事情那个黄色小广告 新的广告 我们北京晚报整天都看到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觉得重庆要大气一点 接受批评指教 不过我很好奇 重庆真的这种广告特别多吗 显然是很多 对但是那个这个有的当然有个别的重庆的 这个你像这个参集人球迷协会的也表示 就说这个他是讽刺重庆人好像素质低下令人愤怒 但是呢我们也应该反思首当其冲的就是对男性广告的反思 不过不过我觉得他其实是从那天球场的表现说起 因为你有看那场球吗 你没看吧 你不是球迷 我不是球迷 就中国足球队呢 在这次的东亚的这四国比赛里面呢 被人讽刺说是散打队 就是说这是个 哪天说的 对那天我们讲嘛 打球不怎么样 打人很赞 所以呢就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说起 说我们那种雄性的暴力的情绪是怎么样 比如说重庆球迷的确本来就喜欢讲雄起 你知道雄起的意思吗 我查了一下 就是有点性的感觉 对就是勃起嘛 其实就是 那你想想看 就是一火 就很奇怪的一个一个一个感觉 但我觉得就像李文刚刚讲的 其实开你城市的玩笑 那又怎么样 他他他不是一个 比如说时事评论版 很正正经经的说 嗯我观察过重庆这个城市 我要好好分析这城市的问题的癥结啊就在于杨具崇拜 你你这么写的话就算这么写大家也可以理性讨论 比莫关是你来我往 有幽默感一点 我觉得但是人家重庆方面有人说了说讨论可以批评也可以 但是你这就叫恶意重伤就是说有些专栏文章 咱们看着你说是调侃 开玩笑 好笑 但是呢 在当事人看了呢 他觉得这是恶语重伤 根本不具备讨论的基础 就你都这么说我了 我还跟你讨论什么呀 那他是南方人 那我们整天说也有啊 但我看来北京五年了 大家说南方人比较小气 完了心眼小啊 大家都会这样子会有会扁一些不同的种族的或者西方南方 美国也会说这西方人就是一个报发户啊 美国一个报纸上是一个作家专栏文章 他骂纽约 用用用用 太多了 连总统都骂了 我不是讲 who cares 你知道所以就是一点的就是一个肚气 而且他会用的字眼我觉得蛮可爱的 很少记者会用这种的 我这个要说一个 我一个媒体人这样讲他 讲得很好 OK 其实重庆也不一定动怒 张小船周 张小舟所批评的 不管是重庆有应该改为弄他弄他 中国就是一座很高的国家 大家平心想想 难道不是有这样的媒体人员出来讲实话不容易 我们就缺少这种声音 而且你也不用计较了是不是实话 你当笑话又怎么样 你刚才说的很对 就是自卑感作祟 世界上面越是有名的大城市 越多人去恶搞他开他玩笑 比如说从我们邻近的地方开始举例 东京 东京人很自傲的 在日本很喜欢瞧不起别的地方的人 那么日本很多别的地方的人 他们的媒体 比如说大阪 就反过来写大量东西讽刺东京人 说东京人怎么 自己以为穿了身散亮的皮鞋就很了不起了 其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在美国也是大家常常笑纽约人 法国大家笑巴黎的人 在英国大家去耻笑伦敦的人 每天这种开别的城市玩笑 尤其是大城市的玩笑 侮辱他嘲讽他 各种下流的话都出尽了 那又怎么样 你没没见过有哪一个城市的人 起来风起云涌的 说我们得怎么样怎么样 而且我那天还看见一个外国人 说的一句什么话 就说 一个城市 就是他这个证明他强大 或者说他的这个真正的素质 是什么呢 文过则喜 就是说 你有人说我 你像 哎呀 我觉得你像像纽约 像巴黎 像这些城市 你发现没有 那就是说 躺壁挡车 你骂我 你就骂了 你骂 那根本我就在那 是吧 这是一个 我就发现还真是 这个心理啊 很很有意思 很多人会去 把我跟我所属的 这个城市 或者集体 联系起来 我觉得这事挺逗的 就是说 是不是我这个人有点没有集体荣誉感 我老觉得 就是个人呢 个人 就你骂我个人 我可以回应你 但是你骂我这个这个城市 对 不管骂的是对 还是不对 但是说实话 我不会觉得特别受侮辱 因为我的个人的价值 不是靠这个城市 来给我定义 这个城市牛 也不能说明我就牛 这个城市怂 也不能说明我就怂 所以我觉得 它是两码事吧 对 而且你说重庆人真的用法 因为我是整天告人 从法律的角度化 重庆也告不了这个记者 因为他没有点名带信 像以前那个作家的冯嘉玲 他说李文你是美国人 你是美国人的 中国人的败类 你是李文 你是中国人的败类 你是什么美国人 什么杂种 什么之类的 好 我就告你名义圈 就告一块钱赢了 对吧 所以就是说你这个 我觉得他第一 他很聪明的地方 他没有点名带信 还好没有点一个什么 区长一个省长 或者老百姓的名字 要么他就惨了 我觉得 不过不过你刚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塞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现在你想想看 你刚刚讲这个集体荣誉感 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你会有的 比如说如果他骂你 比如说假如你是重庆人 他不是骂这座城 他意思是包括一切 重庆人在内的话 那可能就也牵涉到你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绪 我觉得是可以体会 但是问题是 重庆正在争取 往更高的地方爬 他想成为一个国际级的都会 在这种时候 看到这样一篇文章 我觉得他受不了 对很多人讲受不了 你跟巴黎不一样 巴黎是一个 不再需要证明自己的城市 你知道吗 对对 有的城市是不需要证明自己 比如说以前的 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以前 曾经是世界最大的都会 你知道伊斯坦布尔 这个城的名字 他原来意思是什么 伊斯坦布尔 这个意思 这个说出来太自大了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 这就是城市 城市就在那里 所以当时的人 他是说当时的人 要土耳其帝国的人 要去问伊斯坦布尔在哪 那老龙就觉得 这就是城市 他是自大的不得了 但是问题是当时 就很多人 也就骂他 很多阿拉伯世界人 写东西 土耳其的人写东西 都骂得一塌糊涂 那怎么样 你耐他不了 但问题是现在 重庆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那就尽量就要虚心 接受批评指教 不要坚决不改 不同的声音 就把你的城市 弄更有 我不晓得 就像奥林匹克 大家都不能讲坏话 那我就说你讲好话 大家都听过了 我就喜欢讲坏话 这样会促进你的成长 今天我李文 或大家都做的 你做不对的话 我希望去upgrade 提高我 提高一个城市的形象 这样就是 又是自卑感了 他其实还可以反过来 怎么讲 我想重庆 应该反过来 宣扬南庚文化 你说什么 把这个变成一个 搞成卖点 搞成城市标志 我跟你讲 三联 王晓峰 他写这个博客 也评论这个事 你看他说 他说他在沈阳 看见一个广告牌 美国自由女神像 举着火炬的那个照片 下面一行字 李文 你知道是什么吗 又骂美国了 让养尾患者的烦恼 从此不见了 他说美国人看了 很抓狂 被东北人搞成了性暗示 那个就举吗 这是雄起吗 这不就是吗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呢 说其实你要换一种眼光看 这个张晓舟所说的重庆的一些地方 未尝也不是一种地方风情 地方风情 然后呢 这大概也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开玩笑 说这个 2005年跟一个机构 做了一个全国七个地区 女性性生活满意度的调查 认为性在婚姻中最重要的 一次是重庆 广东 上海 北京 就是说认为性在婚姻中最重要的 第一位是重庆 然后对自己性生活质量的满意度 最不满意的城市 第一位 重庆 这真的还假 然后 三 对自己性能力的评估 重庆是自我评价最低的 最自信的是北京女性 然后婚外性关系 比较突出的是重庆和北京 还有这就有意思 是性生活中爱抚时间最长的是上海 你看上海人戏 最短的是山东 然后说性高潮的发生比例 全国47.6%的人经常有高潮 各地排名一次是山东 上海 北京 重庆 我们山东 还是高潮挺多的 但是这个调查是 谁调查的 一个机构吗 做了全国七个地区 女性性生活满意的调查活动 他这意思是说 一个城市啊 为什么显得 你觉不觉得 其实现在中国 就不光是重庆 其实他说重庆啊 真的我见到很多人讲 这不光是重庆 我也知道 大半个中国 哎呦 尤其你到有些县城啊 你觉得简直像个姓都 就是一切的符号 广告牌啊 还是牌子 哎呀全是这种 当然你不能说这些什么洗头房 按摩就是一定是色情 但是基本上 这种性暗示啊 比比皆是 打开电视 全是这个 为什么这个性风 因为首都都有 像我吃上去 我只能去东方军院饭店 我能公认的国际武器饭店 像商量里拉 全部靠边站 连他们有有有那些 性工作者进去的话 我就发飙了 因为你怎么知道 please 看得出来 对啊 整天一个晚上 可口可乐 可是人家经理说 他喝他消费 你不能赶他走 我说你给我钓鱼 就钓了 钓了 什么叫钓鱼 就他们找个老外嘛 就坐在那边嘛 那那个 那个女的就会上去 跟他讲说 how much upstairs outside 你懂我意思吗 这时候李文就逮着了 我不要真去讲话 要不然女的说 你侵犯我人权 侵犯我什么的 我就是客人 懂我意思吗 你侵犯想见的事 也太多了吧 可是我只需要 看人家女的喝可乐 跟人家大餐厅 你找一老外给钓鱼 因为他肯定是 听我讲 因为是东方军越饭店 是国际品牌 不是昆仑 或者是国内的 三星级品牌 昆仑也好 你懂意思吗 昆仑不好 昆仑里外都有 你看 他对中国的观感 他就眼睛看见 那个刘英了 不是 因为你今天坐那边 很多正常的客人进不去 你把那个位置 从早拔到晚 那对着口跳 形象也不好 那经理又说了 那李小姐 我们有这个需求啊 老外喜欢中国女孩子 或者是什么外地的中国人 来这边 就你这么跟你说的吗 对 他是好话跟我讲 他不敢惹我 所以我就说 好 可是你至少1%在这边 那90%是客人 因为有些客人会反感一进去 全部这些招待女孩子的 这个working girls的话 那我就去别地方了 他是不是应该 比如说给你一张 所有的外 所有客人进来 就干脆给你一个 一个电话本 或者一个 一个名片 就不用让他出现 你懂我意思吗 很多啊 现在酒店里下 房门给你塞一张卡片 他不能进去 像我家就有这种性广告的 就是说 酒店是有保安的 那还得了 我们今天做300块美金 一个房间 一个五星 超五星的房间 哇那你又一个人 一个房间这样塞 但是如果那个老外 比如说他说 哎呦很想要 那怎么办 老外在这边 可以问concier 三里屯很多地方都有 大家都知道了 谁说到 我想起来 李博士 现在这个扫黄办 正确女领导呢 我认为你可以去当主任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李文也有怕的时候 刚才放广告的时候 你一定要我讲两句 东方俊乐的好话 刚才讲人坏话 现在 要不然没有地方 可以去了 在北京 OK 所以这个经理会虚心 接受批评指教的 所以我给他一个list 就是说大唐有问题 包尔台有问题 什么什么问题 他马上开一个集体招待会 我那又聘我去 教他们的经理级的人礼仪 OK 完了 我过两天 不是我去查 因为我查 他们都知道 会赶快躲起来 我找另外一个学生去查 真的没有了 没有那些 所以扫黄办主任 我看你行 你顺着人当扫黄办主任 对 我们刚刚讲这种 性的这种广告 我们过去也谈过 中国特别多 那我就在想 到底是我们中国男人 特别有问题呢 还是我们有性焦虑 我不相信 中国男人的性能力 在世界上都排名都是很低 而是我觉得我们有很大的焦虑感 你觉不觉得 就是每天晚上 比如说你看晚报或者电视 不只是重庆 这种广告 比如说依你的阳尾 找谢 什么增强你性能力 这一类的广告 很多很多 对啊 其实它是反映一种焦虑 这个焦虑就是对自己的怀疑 就是我行不行 我能不能 我做不做得到 就是说我够不够好 很多这种焦虑 对不对 这种焦虑的根源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反而不是我们性太开放 是不开放 不开放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 伴侣双方没办法很坦诚的 去谈一件事 去说一些事 其实你知道吗 我看过一些这种杂志 很多这种男性 他写信去求助啊 或什么 我发现啊 他不是说他老婆跟嫌弃 他说你太刺了 也不是他老婆跟他老妈讲 你儿子不行 他是反过来他是老自己担心自己不行 自己怕自己不行 又或者看的太多这种色情电影 觉得内心人怎么那么能干 你像我感觉啊 你像我 我现在对这些东西没有兴趣 就是比如说什么性的广告 或者说自己行不行啊 我没有这个需要 我觉得我挺好的 不是 谢谢跟我们讲 但是不是 我也是做广告 是吧 我好 然后我是说什么呢 哪种情况下会产生焦虑呢 就是说可能你性过度的时候 比方说 你要是整天干这事 就是就是这个 那么你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身体受不住 或者就容易不行 贫次太过密集 或者说是搞的女人太多 这个时候 你有可能会担心 如果是正常的这个一夫一妻 你就这样 我倒觉得 没有理由对这些东西特别感兴趣 不会说老婆也不会对你是不是强大 提出那么大的压力 对不对 他什么人都会感觉有压力呢 这搞得太频密了吗 别说一些贪官呢 或什么呢 是啊 一下七八个情妇 那当然了 那弄到第五六个可能就怂了 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 可能是他们可能有些性的 fantasy 欲望或者是怎么幻想 可是在家里他又不敢讲 看那些电影 他就很惺惺 就是很懂 意思吗 所以他要发泄 那发泄的话 又找不到二奶三奶的话 就会可能就会 我不晓得了 就看这些广告就发泄了 不是 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他老婆做不到的事情 他又不能跟老婆讲 你懂 就是其实大家都不坦诚 你就说把那广告当毛片看了 当黄的录像看了 也不是 就是说他 我可能不想怎么讲清楚 就是说你太要 太要多的时候呢 你的老婆不给你的话 那你就不更想要